大家好,現在我們繼續進入高速公路的進發 由預備接近100公里開始 待會試兩種東西 試一個自動剪線 這個Auto Link Change 以及這個Auto Steer 繼續看馬路上的情況 要提醒大家 如果那些是兩線或是變換車道那些 它是不懂得做的 所以一定要跟大家說 如果是二變一的車線的話 大家真的要小心 現在過了這輛貨車之後 我就會嘗試打左燈 打左燈之後 讓它看看如何自動剪線 我現在預備 因為後面有小小Van 我們不可以剪線 但我嘗試打左燈 看看它會不會電腦檢查到 好了,我預備打左燈 它現在看到隔油車 它是不會轉向的 因為後面還有隔油 它仍未轉到 好,現在可能有機會 現在轉了 已經切到左線 切完之後 我們要收回自動 指揮燈 現在預備 它會將它加速到100公里 因為前面有車 所以它只是走到96公里 在公路上面 它跟著線走走 其實都比較安全 不同普通馬路 如果普通市區的馬路 要玩太急 速度太快 它真的變不變不到 大家要留意一點小心 不要當它是自動駕駛模式 這只是輔助 走公路上面 現在我嘗試打右燈 再試一試它自動發車 看看樓收軚盤 已經在轉了 輕輕一轉它已經過了 已經是100公里了 好 好 其實大家如果當遇到一些 譬如發覺是危險的東西的話 怎樣去將它減少了呢 其實就很簡單 你只要駕駛軚盤 用力一點點 和它鬥的話 譬如 動一動 右上角 藍色顯示軚盤的燈 就會取消了 也就是說 你已經是自行減少了它 那車和你自己駕駛是沒有分別的 當你再需要的時候 一樣 只要按兩下 它就會重新離過 其實是很智能 很先進的 但當然 這些是它是給公路 讓你可以休息一點點時間 而不是馬路上面用 我再重複